请吧 谢谢 你好 你好 你迟到了 阿宇 是你早到了 你好 你好 怎么 现在你们知道害怕了 想要调解了 坐着瞧 我绝对不同意 这会儿你们都到了 对不起 失陪一下 塞塞先生 你好 你好 请坐吧 谢谢 那么 我能为你们做一点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您只能问阿宇女士了 是她要提出见您的 而不是我 阿宇女士 市长先生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请求 在百忙之间来约见我们 真的非常感谢 我想 塞塞尔先生 我想塞塞尔先生心里的想法 和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 市长先生能够有时间 听我 把我和塞塞尔先生之间的故事 从头到尾给您讲一遍 然后您来做一个裁定 不过这个裁定 并不是我和塞塞尔之间的 谁是谁非 而是如何来消除和融合 现在这些市议员 在决定着咱们的命运 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当旁观者 我们要参与到里边去 不能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一味地给咱们抹黑 我们必须要说出来 这些年 温州人对普拉豆的发展 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我也是这个意思 大家看怎么办 就这么说话 是吧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我们觉得对 我们觉得对 好 阿语 你现在在普拉托的 知名度非常高 那些人又熟悉你 我们文中商会 想好好利用 你在意大利人之间的号召里 站出来为我们说话 我们都会支持你 议员先生们 今天我们代表普拉托市民 在这里最后一次讨论 关于在普拉托的 温州人的议案 不过我认为 议会有必要同时听听 温州人的观点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不失偏颇 我们最后才能相信自己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请来了他们的代表 周阿瑜女士 让他来向大家 陈述他们的想法 听一听他所代表的温州人 对这件事情的意见 下面就有请 周阿瑜女士 请发言 尊敬的市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市议员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中午好 我叫周阿瑜 我想在当地 我的知名度应该很高 因为我总是惹上官司 我来自中国温州的一个农村 十几年前 我是从那儿来到欧洲的 当年我只有十三岁 没有希望 没有喜悦 有的只是恐惧 我还深刻地记得 当时我在法兰克福机场 转机的时候 我的胸口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那上面写着 我叫阿瑜 希望好心愿能告诉我 意大利的登机口在哪里 终于 有一位法国老妇人 把我带到了登机口 她跟我说 孩子不要害怕 欧洲欢迎你 但是 你要有本事 我的童年 是在意大利的一个乡下 度过的 感谢一个好心的意大利人 收留了我 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我叫他卡乔爷爷 他是一个流浪汉 一无所有 但是他永远都那么快乐 那么浪漫 每当我扛不住 想回家的时候 我就会跑去 向他倾诉我的苦难 每当我倾诉完 卡乔爷爷 都会用他破旧的手风琴 为我拉一首欢快的曲子 后来卡乔爷爷离开我了 离开的时候 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孩子 没有人愿意听你的苦难 上帝太忙了 人们太累了 苦难是一杯美酒 夜深人静的时候 救着你的眼泪 喝下去 后来我长大了 我在普拉托 开始了我重视的创业 创业的过程非常艰难 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当然 我又惹上了官司 而且这个官司差点让我背上了 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 但是正是因为意大利 是一个没有歧视公正的国家 意大利人都有一颗宽容 正直善良的心 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 我还和当初告我的那个人 著名设计师奥罗雷先生 成了合作伙伴 甚至成了好朋友 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今天 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功 离不开意大利人的帮助 所以 不管今天的结果是如何 所有来意大利生活 和创业的中国人 都会像我一样 对意大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同时 我还想在这里 说出一个事实 是在欧洲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就算是中国的温州人 离开欧洲 离开意大利 离开普拉托 还会有东欧 北非 中东的移民 蜂拥而至地来到这里 同样不能确保 没有进取心的意大利企业家 能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良性的竞争 为意大利企业带来的外部压力 只是暂时的 它能促使意大利的企业 由最初服装 餐饮 皮具 这种相对低级的商业模式 像商务 奢侈品 电子 等这种更能获利的 高级商业模式转换 促成升级和提高 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 整个社会的繁荣 我的发言结束了 谢谢 谢谢 就要有结果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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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阿宇 你说 我在听 什么 已经表决了 表决了 怎么样 好 我知道了 怎么样 胡先生 什么结果 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是啊 市议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 高票否决掉提高温州人入住 和办理企业标准的提案 普拉托市民大多数 还是欢迎温州人在这里发展 对兼并他们的企业 采取谅解的态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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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好 他 你 什么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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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对的 而我们错了 又或许是这该死的世界 已经变得不公平了 可能是吧 阿姨 真的不需要我进去吗 不需要 那你保证会冷静对不对 我尽量吧 那 您好 您有什么事吗 塞塞尔先生 周阿姨女士想见您 把他哄走 等等 让他进来 爸爸 你要见他 这种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过够了 不如面对面的做个了结 很冒险 很冒昧 打扰了 恭喜你 周阿语 你可以继续留在普拉脱了 我今天来 我来 首先是想感谢塞塞尔先生 和威克德先生 因为那天在市长面前 真是因为你们实话实说 丝黄没有隐瞒真相 才让我们的市长先生 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 我们开门见山吧 找我什么事 我又成立了一家诚意公司 由阿罗雷先生亲自设计 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牌 叫玉琪 我希望 可以通过塞塞尔先生公司 强有力的销售渠道 对这个新生儿 做销售和推广 阿语女士 你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跑到我们家里来 就是要求我们 用几十年辛苦经营的 销售渠道 来销售你的产品吗 不是要求 是请求 而且我会有丰厚的佣金 还有什么 除了佣金以外 我会在我的达沃拉批发市场里 为塞塞尔先生的公司 留一个摊位 当然 是免费的 还有呢 还有 就是关于塞塞尔先生 收购的那些加工厂 就是因为你的操纵 那些工厂已经停工很久了 以后不会了 我会以公平的价格 给塞塞尔先生下订单 然后把从您那儿 买来的布料 放到我的批发市场里 这些布料 将会面对整个意大利 欧洲 乃至全世界的销售商 我想到那个时候 加工厂会忙不过来的 听上去不错 还有别的事情吗 我等着呢 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吗 请坐 阿宇女士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还有未了的恩怨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给我开出这么好的条件 你要是还有什么招数的话 尽管使出来吧 我们依次了结他 好吗 看来塞塞塞尔先生 看来塞塞尔先生 不相信我给您提供的这些条件 当然不相信 这背后一定有圈套 没有圈套 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请你说出来吧 我希望明天塞塞尔先生能跟我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我的朋友 林雨琪的目的 我会去的 爸爸 她是在威胁我们 不 我知道阿宇女士要我做什么了 而我也确实有些话 要对林小姐说 我会去 雨琪 我今天带塞塞尔先生来看你了 你不会怪我的 对吧 我知道 我这些年在普拉图做的一切 你都看见了 你都看见了 所以你的心会跟着我一起发生变化 林雅说得很对 爱才是永恒的主题 当然 我也替你给了塞塞尔先生一些教训 只是教训不是复仇 塞塞尔先生心里很清楚 你现在就告诉玉琪 所以我想 她的心会跟咱们一样发生变化的 她的心会跟咱们一样发生变化的 请您现在就告诉玉琪 您的公司愿意为玉琪时装 在全意大利乃至欧洲 做推广和销售 请您现在就告诉她您的决定 好吗 您知道 我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希望由您来做 那是对玉琪最大的回报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好 伟多 你也走吧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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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明天我们开始谈生意上的时刻 好吗 谢谢你 塞塞先生 您在她的墓前说了什么办法 我向她道歉 请林小姐原谅我 我跟她说 你的朋友阿语 是个伟大的女人 以前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魔鬼 其实是我的心里有一个魔鬼 像这样的一个中国女人 不该做她的敌人 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阿语 你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对中国感兴趣吗 当然了 等我回中国我就带上你 到时候你会发现 中国的大街小巷 万家灯火里 全都是我这样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 是吗 可是我只爱你一个 我也必顽过 现在最多了 代表你 非常猛灵火里 尽量天地 美丽 一年 飞 这地卖吗 卖 卖卖卖 这地卖 卖多少钱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买你的游景地 这地 这地怎么会卖给你呢 来 要想来看看我这个倒霉样的话 我告诉你 我这边风景独好 是吗 我怎么看见脸上苦巴巴的 你要看着高兴呢 你笑呗 我一路就是笑着来的 笑够了你就请回吧 也没有什么玩意可笑了 山北高远撑不下你 我笑够了 这地你到底卖不卖 你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呢 你想想 咱家谁还能给你这么多的钱 阿顺 我的阿姨 你不要打电话给他 他会瞧不起我这个爸爸 万顺 万顺 孩子的钱我给你了 这口井开不开 你自己决定吧 你要干吗 你开不开这口井 我都不走了 允花 允花 你离不开石油 我离不开你 这是我的命啊 是我的一 MacBook 我都不愿意 我突然等 Wish 보�颜 managed 你 lovely 你 instant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几年前 在巴尔餐厅的阁楼上 我把挣来的钱 都塞到床盆里攒起来 梦想着有一天 可以买回古数寸的祖宅 那我就能回家了 后来 在法国马赛的 一家地下制衣车间 我没日没夜地踩着缝纫机 梦想着有一天 我可以拥有自己的质疑场 不让你小瞧我 妈妈打电话 跟我说起了你的事 我没有她想象中吃惊 因为我的身体里留着你的血液 有梦想的血液 我印象中的父亲 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应该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是这样的 我以为你 你要是这样的 你咱们的病人 要是这样的 现在自己要是这样的 你咱们的病人 咱们的病人 就行 就是这样的病人 不过人 你咱们的病人 是这样的病人 她就这样的病人 就好 你仅然是这样的病人 咱们的病人 要是这样的病人 温顺儿 来洗白脸 说实话 我也忙活得够累了 我也累了 这油出不出没关系 挣不挣钱也没关系 只要咱们再一块儿 再也别分开了 要是采不出油 你这跟我一块儿去要饭去 要饭就要饭 不能在陕北要 更不能回温州要 那太够人了 要去呢 我们就到东北 东北地打人稀 在那儿要饭 没人会发现我们 咱不坐汽车 坐汽车还得花钱呢 咱就搭个顺丰的拖拉机 就跟那年我们进城似的 那都省钱 再说了 我们是南方人 到北方干嘛 那地方太冷了 我们去海南岛吧 也好 挺老婆的 我们俩复婚吧 还得考虑考虑啊 嗯 嗯 也行 稳妥点啊 我们俩都不年轻了 那天在你家 看到那个从厂长 那从厂长 怎么回事啊 你说怎么回事 我看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 就那个意思呗 那个什么意思啊 笑什么笑 行了 别傻笑 睡吧 睡吧睡吧 睡吧睡吧 一早还要看油呢 复婚就复婚吧 你得明媚正娶 你想要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怎么办 咱一家人 像模像样地吃顿团圆饭 二十多年了 咱一家人天南海北 闯啊拼啊 咱都没在一块吃顿团圆饭 你得不在一块吃顿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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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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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妈 我们现在都快到了 但这儿 这儿有个小桥 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过小桥是吗 那转弯嘛 不用是吧 行 我知道了 马上到了 师傅 过了小桥转弯就行 那儿 那儿转弯嘛 师傅 走到桥头了 衣服还没穿呢 来 我看看 要不要烧壶水啊 不用 有水 来了 你好 你好 阿语 阿语 妈 阿丽莎 来 叫奶奶 奶奶好 抱抱抱抱抱抱 快成了嘛 妈 这是雷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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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岳父大人呢 哎呀 雷山 叫奶奶 乖 累吧 路上 不累 不累 她太重了 您放下 我不要紧 我都不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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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我都不累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在外地混得挺不错啊 二十年了 二十年也没什么 有没有名片给我一张啊 我们俩合伙做生意 法国这小国家挺不错 他们那流行 你飞开了 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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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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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